一生心中抱过的岳飞,有着一段怎样的人生,公元一二七年,北宋都城开封人县,宋徽宗和宋亲宗被俘,皇族和三千王公大臣,及超过十万平民被金兵押往遥远的北方,从此北宋灭亡,南宋出现,面对北方金军随时南下,心中放不下母亲和妻子的岳飞,决定回到家乡河南汤银县,看到凉田荒芜,百姓流离失所,战争带来的灾难深深刺痛了岳飞, 收复家园的抱过之心,从此在岳飞心中萌生,在安顿母亲和妻子之后,岳飞做出了一生最重要的选择,他决定第三次从军,因为有前两次从军的经验,这次岳飞以偏校入职,虽然官职比较低,但完全不影响岳飞报效祖国,居住金兵的决心,南宋建立仅仅两个月,宋高宗因为害怕金兵南下,直接任宋,撤出北方的开封府,迁都到扬州,作为基层军官的岳飞, 根本没有资格直面皇帝,更别说参与时政提出自己的见解,即便如此,岳飞依然凭借自己满腔热血,上书皇帝,提议宋高宗御驾亲征,渡黄河,罚亲兵,输失地,但是北宋的政治传统,武将不得义政,岳飞的上书,不仅岳席汇报,更是刺重宋高宗的软肋, 岳飞很清楚这样做的后果,个人的生死早已置之度外,幸运的是,岳飞上书皇帝的书险被退回来,最终岳飞被革职处理,也得以保住性命,生命不息,家国之火就不息,即便一而再,再而三的遇到挫折,也没能阻止岳飞, 他依然选择前往北上抗金最前线,黄河至北的大明府,到达大明府,岳飞遇见人生低位伯乐,著名抗金将领张索,张索被岳飞的远见着实震惊,也被他满腔报国的热情所打动,在众多下属面前,位高权重的张索,向一届平民的岳飞施行大礼,表达了张索对这位年轻人非同一般的欣赏,并将岳飞编入自己的军队,张索不计较岳飞过往所犯的错,并破格提报为统治官, 这是岳飞第四次从军,后来,岳飞带领着自己的部队,在黄河之北,太行以南与金军熬战,几次小胜之后,抱过兴起的岳飞,违抗上级命令,贸然与金军决战,结果伤亡惨重,只能带少数残兵突出重围。 第四次从军不到一年,岳飞被五花大榜押赴刑场,命权一线之际,刑场外大喊一声,刀下留人,他就是开封副留守宗泽。 宗泽认为,岳飞上次的违抗命令擅自行动,只是报国心切,并认为岳飞是一位难得的将才,同时将岳飞留在开封军中,将功补过。 岳飞的时代来临了,现在的他再也不会轻易在战场上犯错,但也不会放过任何获胜的机会。 宗泽调遣五百名骑兵给岳飞,命他侦查金兵军情,岂不能轻易出战,却遭遇数千人对行不整的金兵时,岳飞一马当先,率队发起突袭,金军猝不及防。 这是南宋对抗金兵难得的胜利,极大地鼓舞了南宋军民收复师弟的信心。 宗泽得知战报后,吃惊地感叹岳飞的才能。 公元128年6月,宗泽多次上表宋高宗,恳请清零开封,主持收复疆土的大计,但宋高宗的回复仅是敷衍。 宗泽优愤成绩,终于一并不齐,在宗泽临终之际,疾呼着过河,过河,岳飞聆听了宗泽最后的心声。 公元129年3月,金军派出最高机动性的骑兵,绕过开封城,闪电般突袭扬州城的宋高宗,进行了一场斩首行动。 皇宫中的赵构沉迷九十肉岭,突袭而来的金军让他措手不及,惊吓过度的赵构,从扬州逃离到临安。 金冰南下越来越频繁,岳飞接到新任开封留守杜冲的命令,放弃东京开封,撤往建康府。 岳飞回复,中原之地,尺寸不可放弃,但人被言轻,开封留守听不尽他的建议。 公元129年10月,岳飞一生的对手,金军统率完盐武术统领精锐,离达长江边上,准备攻击建康城。 此时岳飞正驻扎部队,在建康西南的马家渡,完盐武术正准备进攻马家渡,双方相持不下,战况胶着,宋军一步临阵逃跑,导致全军溃败,岳飞直接被坑了,只能率部队后退至建康城东北的中山。 卖队有的何止这一次,统帅杜冲居然投降完盐武术,宋军长江防险全面溃败,完盐武术占领建康府后,辉军直追赵狗,从建康到临安,到岳州,到明州,最后追到定海。 完盐武术抵达海边之后,发现赵狗已经逃到海上。 各种坏消息击垮了岳飞的部队,导致许多宋军将士落草为寇,有人劝说岳飞投降金军。 军粮告警,军心浮动,岳飞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复杂处境。 此时,岳飞当机立断,召集全体将士,表明心智,作为军人应当忠义报国,岳飞的正气凛然感染了将士们。 中人纷纷表示,愿意跟随岳飞抗击金兵。 在将官如毛,溃兵如潮的时代中,岳飞选择的是情中报国。 今天岳飞的故事暂时结束,下期我们继续想岳飞,欢迎大家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